大家好,2023年6月14日星期三,傍晚7点钟 我们一起来走一趟我家的春花小路 Let's go 这一棵是山梅花 品名应该叫Vargino Mug Orange 下垂得非常严重 但是奇香无比 是茉莉花香型 我非常喜欢 我可以接受它的下垂状态 第二棵是夏拉梅 我们看一下它的标签 现在有上百朵的夏拉梅 同时开放 因为最近天气不是很热 所以花期就比较长 我看每一朵花基本上可以开一个星期左右 我叫它Sweet Shrap 上面有A打头的是它的品名 可以在Northland Nursery买到10块钱含税一盆 非常推荐 非常干净的一种小花 多年生 我们找一朵来仔细看一下 像我这个手掌的二分之一大小 非常的别致 好喜欢 它这个Northland Nursery呢 还有一种是象牙白的 形态是一样的 应该也非常漂亮 推荐 接下来呢 是我家的这个叫David Austin的玫瑰花 还有很多花苞 OK 那么转到这边呢 是我去年在Terra Greenhouse 花五块钱买的一棵飞燕草 这个角度看非常的美丽 这款飞燕草呢 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 所以即使前两天下雨 一点都没有倒幅的现象 我很喜欢 然后再配上上面的这个玫瑰花 超级好看 接下来呢 是我家的这个 有十年了 这一处 少要花 基本上都要开拜了 非常的艳丽 这一棵呢 是第二棵飞燕草 这一棵呢 就比上一棵呢 就显得枝条要细软很多 它有些倒幅的状态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棵 我更喜欢这边这一棵 非常的直挺 一点都不倒幅 再接下来呢 是我家的第二棵 在这里呢 第二棵的山梅花 这一棵叫 Snowbell山梅花 我看长得和第一棵 我几乎是分不出来 有什么不一样 也是虫瓣的 七香无比 茉莉花香形 挨在它旁边呢 是单瓣的 我家的第三棵 是单瓣的 这个山梅花 非常喜欢 下雨下的也都是 有些东倒西歪 这三棵呢 都是这个茉莉花香形 接下来呢 看的这一棵呢 是去年邻居家奶奶 送给我的一棵勺 是前年送的 然后去年没有开花 我认为呢 它的这个品名是 Sara Burhard 也是获奖品种 倒幅严重 因为这个枝条很细软 但是花形 我还是非常喜欢呢 是一个 像一个包子的形状 是非常漂亮的花形 粉白色 也是我喜欢的颜色之一 OK 免费的 然后第二年没有开花 今年是第三年 开花了 很喜欢啊 叶子也是亮亮的 接下来这棵呢 是这个叫这个香春 小树 你看这形态超级好 我自己呢 已经吃了两顿香春炒鸡蛋 味道非常正 配上下面的这个粉白色的勺药花 Sara Burhard 蛮好看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叫Bloodgood 日本洪峰盆栽目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院子里的绿地和这个大花葱 状态非常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